在日本人自己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 记录了一件十分荒诞且戏剧性的异常战斗 在其第三卷第二册的第十三页中描述称 1940年5月21日那天凌晨 第233连队300余人成功渡过白河 结果这伙日军全部都被对岸的战士打成了筛子 其连队长也身重12枪被当场击毙 原因是这300多名敌人根本就没有成功渡河 他们只是来到了河中的一小块沙洲上 这才落得一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这件事在王树增所著抗日战争中也有所记录 虽然很像但真的不是神剧 为何日军会犯下如此神奇的错误 当时又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抗日战争时期 去了解一下这个不是段子的段子 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 日军基本上将所有的主力作战部队 全部都拉上了战场一线 但依旧无法将我军主力完全击溃 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持久战泥潭 所以现在他们必须停下来进行调整 一方面需要巩固已经占领的区域 另一方面则进行局部作战 再加上此时日本国内的经济趋近崩溃 已经很难负担得起这场战争的开销了 所以他们迫切地想要尽可能削弱我军的力量 以逼迫蒋介石方面进行和谈 从而尽快从这场战争中脱身 1940年5月的时候 日军集结了三个师团约11万余人 开始对国军第五战区发起了进攻 早一会战至此正式爆发 虽然国军调派了54个师 约38万人参加战斗 但由于双方实力存在明显差距 所以之后的战斗打得无比艰难 张自忠将军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战事好像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日军在冲开了国军的第一道防线之后 第39师团便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 准备横渡白河进行包抄迂回 想把整个国军第五战区全部吃掉 而那个倒霉的233连队被命先行渡河 最终他们在5月20日晚上来到了白河 正式开始了他们荒诞的战斗 那天黄昏时分 连队长神奇哲次郎命令三名将校 没错是军官而不是普通的侦察兵 前往白河下游的方向侦察地形 想要在战场中心找到一个合适的渡河地点 三个人到达目的地后天已经黑下来了 所以只能通过望远镜向对岸观察 他们有两个人趴着一个人站着 都看到了不远处一块长着芦苇的陆地 可能是天黑视线不好 也有可能是被身边的芦苇遮挡了视线 所以三个人对对面是不是对岸产生了分歧 其中两个趴着的人认为那边就是对岸 而这里也比较适合部队过河 所以决定立即返回部队汇报这一情况 而站着的那个人感觉那里怎么看都不是对岸 就只是河中间的一块沙洲而已 三人为此而进行了一番争吵 可惜最后谁也不能把谁说服 最后他们想到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结果很显然是那两个趴着的人赢了 于是三人便兴高采烈地汇报了这一情况 神奇哲次郎在得知这个情报之后 也是立即带着一支三百多人的先头部队连夜渡河 由于当时并没有遭到我军的阻击 这些日军士兵便使出了吃奶的进划船 不一会儿就顺利登上了对岸 并且即刻向天空发射了一枚信号弹 向后面的大部队报告成功渡河的消息 但是就在信号弹发射后不久 神奇和手下的士兵都傻眼了 这里根本就不是对岸 而是河中的一款沙洲 但与此同时 在白河对岸防守的战士也十分紧张 因为他们并不是国军主力部队 只是因为兵力不足而被调过来的保安团 当他们看到日军的信号弹时 都以为敌人已经成功渡过了白河 可是再仔细一看 这伙日军不知为何跑到了河中的沙洲上 搞得自己人尽一时也不知所措 不过战士们也只是猛了一小段时间 随即便向着进退围固的三百多名日军进行了攻击 由于沙洲上只稀稀疏疏长着一些芦苇 其他根本找不到任何掩体 所以这伙敌人一下子就成了火把子 战士们也不用费力在黑暗中找人瞄准 只需要向着沙洲的方向不断射击就起火了 结果就是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三百多名日军士兵全都被打死在沙洲之上 神奇折刺狼也被十二发子弹当场打死 被称为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最大的悲剧 此战结束之后 日军长官也意识到作战时间似乎有些过长 便即刻向各部下令停止进攻 早一会战的第一阶段也就此宣告结束 而至于那提供情报的三名军官 之后直接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虽然那个站着的人也没有判断失误 但是他并没有及时纠正自己人的错误 最后也和那两个人一起被送进了监狱 但我也要感谢这三个家伙 送过去三百多人给张子忠将军陪葬 也算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吧 如果您喜欢请点赞关注 如果有不同的见解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这里是史料笔记 每天会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